大家好 背后这个人 他脑袋是俄罗斯的 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 也是老大 叫做 我这个名字 一直不知道怎么读 后来我听了一下俄语发音 叫 Brigo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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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哥们这两天非常火 是吧 我也发了好几个视频 把他的Telegram电报的群里面的 几个视频 给大家翻译了一下 八九不离十 基本上就是这哥们公开说 我们在5月10号一定要撤了 5月9号是俄罗斯的传统的胜利日 在胜利日之前我们坚守 10号一定要撤了 实在打不动了 因为后方的奸臣导致我们的粮草供应 就是弹药供应不上 我们都快死光了 死了170%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尤其是很多人在我们评论里面都已经说了 这跟中国的典故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把所有典故全部都过一遍 但是我们先说一个最新的发展情况 在昨天晚上就已经 俄罗斯的车臣的领导人 叫做卡德罗夫 这个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很火的一个人 卡德罗夫就是说了 他们不打是吧 我们去 我们就直接喊话 你们下来我们上去 卡德罗夫就亲自递的申请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 已经正式确认了 是由卡德罗夫 他的部队 车臣部队去接替瓦格纳集团 也就是说10号他们真的要退下来了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们把所有的可能性都隶属一下 首先很多朋友就担心 这个是不是空城记 是不是故意去麻痹乌克兰方面 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 他们即将要开始新闻的反攻了 是不是麻痹他们 让他们觉得我们在搞内乱 我们这都快撤了 是吧 等他们进来以后 然后我们一网打尽 其实不叫空城记 叫诱敌深入 但是现在目前的发展 包括卡德罗夫说 我们来接替等等 都已经证明了这个不是 而且从逻辑上讲 通过这种集齐 其实对几方的打击 不管是俄罗斯的正规军 还是他自己的瓦格纳集团 还是其他的各个地方势力 对他们的士气打击都很大的 因为瓦格纳集团一贯被认为 是俄军的顶梁柱 是吧 正规军没守住的 他们全都慢慢的顶住了 而且还慢慢收复 所以认为是最能打的 这样一支部队公开说 我们顶不住了 我们被奸臣害了快死光了 就算空城记也很少用这种 损自己士气 损了很厉害的方式 尤其在现在的自媒体时代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们就用我们说中文的 华人比较熟悉的耳熟能详的一些元素 我们来讲一下 首先就是粮草问题 就是弹药问题 事实上俄军弹药短缺 包括乌军的弹药短缺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普里格尔最近发了三个视频 包括直接跟叫板的视频 这三个视频都讲了 说我们只收到了30%的弹药 我们实在是打不动了 导致我们的损失率非常非常的高 弹药问题的确是存在的 是不是有他讲的那么严重 或者说是不是原因就出在少医谷 这些人无能身上 未必 因为连乌克兰方面都在全世界各国家 共同支援情况下 韩国也给它炮弹 芬兰也给它发炮弹 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也说 我们的炮弹快用完了 那么俄罗斯就可想而知了 之前连朝鲜都说 我们要给你提供炮弹了 所以这个未必就一定是 少医谷他们故意要害你 但是这个叙事跟中国古代的 很多故事的叙事非常类似 这个就说到我背后这个图像 你看我这边是一个大砍刀 是吧 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到了 是吧 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 顾名的一个演艺故事 杨家将里面的第一号主角 就是杨老令公杨继夜 传说手持一柄大刀 在北宋的时候 杨继夜这个时候跟辽国作战 最后就据说被俘 绝食三天而死 演艺里面讲 他是被当时的主将叫潘仁美 真实历史故意叫潘美 潘仁美就派他回去打 就断他的粮草 也不给他支援 最后杨老令公最后就 背奉交加 正好这个时候碰到了一个李陵碑 是吧 汉朝那时候李陵 被匈奴所俘虏 然后投降了匈奴 结果举家被灭蒙 等等杨老令公 一看李陵碑 背奉交加 我被俘也好或者什么样子 反正也逃不脱下场 干脆我就一头撞死了 尽忠殉国了相当于是 这个当然是演艺里面的故事 真实故事里面 潘仁美或者潘美 并没有说断他的粮草 当然潘美是有责任的 事后他被连降三级 主要就是因为政治原因 因为杨继业他是北汉的降将 虽然很能打 但是他毕竟是其他国家投降过来的 然后当时他就主张说 我们不要跟他们应平 辽国势大不要应平 但是两个监军 就坚决不允许 甚至就暗示说你是降将 你故意避战 你就是故意要叛变吗 你想作为一个降将 是经受不起这样的大帽子的 最后只得出战 出战到最后你就死了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他是副将 主将是潘美 主将是负有责任的 因为主将他没有说 没有否决 默认了 所以潘美是负有责任 但不是特大的责任 主要可能是因为监军是皇帝派去的 你说监军不好 相当于说皇帝不好 所以他就让潘美最后顶了所有的罪名 总之在很多中国古代这样故事里面 都有这样的桥段 前方的士兵奉勇杀敌 就快要赢了 结果就是被后面断了粮草 是吧 然后断粮草就成了奸臣的标配 所以普里格任我觉得他也是在营造这样一个故事 是吧 悲壮的英雄故事 然后以此来逼宫 至于为什么我们到后面再讲 其实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几个视频下面留言 也说了 有的说像近代的孙传芳下面的 有的说像清朝的谁谁谁谁谁 也是断粮草是吧 我当时其实想到什么呢 一旦说到因为粮草问题 然后导致双方失和的 我其实第一个反应是诸葛亮 其实不是诸葛亮 是李延 我们知道当中 蜀汉 蜀汉刘备在白丽城脱孤的时候 脱了几个人 演义里面说脱了一个人 其实是脱了两个人 是诸葛亮跟李延 李延是比较早去益州的 诸葛亮是后来跟着相当于是亲信 但是李延在当地可能势力比较大 所以刘备其实就把自己的江山脱付给了 我自己的本班人马 以及当地的东周集团 所以李延照理说跟诸葛亮 基本上应该是平起平坐的是吧 但是后来被拿下了 原因也就是运良 诸葛亮在北伐的时候 李延本人其实并不热衷于北伐 他跟刘备的原班人马 其实想法不太一样 他就觉得我们就守住这一块就好了 他原来是刘章刘耶他们那一块的 所以我就守着 成都这过日子不好吗 诸葛亮北伐 然后他也只能配合 但是就发生了 就是说他后面是负责运良草的 但是我们知道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本身良草是很难运的 是吧 然后就像下雨 所以良草没有运上 然后他就往里面小花样 就是说良草运不上 你要不回来吧 诸葛亮说这样吧 我只能退兵了 退兵的回家一看 李延说你怎么回来了 我们良草运的好好的 你怎么回来了 把诸葛亮气的 然后把他李延的亲笔书信拿出来 一对照 然后就说你小的不行 就给他赶下去了 但是这个是史书里面的事 我觉得实际上可能有人会有这么蠢吗 当然也有人说法 就是说李延其实是 跟诸葛亮的政治动争的牺牲品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故事也是跟良草有关的 或者说跟良草有关的一个政治动争的反应 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政治动争 尤其是在战争期间 尤其是在不断持续的胶着的战争期间 那么所有方面都会计算自己的政治得失 这个时候良草就成了一个很好的 要么是推卸责任 要么是栽赃的 陷害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武器 好 我们再往后讲 还有一个元素 昨天普利哥人 他在逼宫之后又发了一个视频 然后他说我们的战损率有多高 我找专家专门来给我们分析了一下 说在那之前弹药如果足额供给的话 我们的战损率是每个月10% 说我们这个还可以接受 其实这也挺高了 每个月10%战损也是很高了 然后就说但是如果说现在给我们弹药 只有32%都不到 这个时候我们战损率高达每个月37% 我印象里面是 所以这6个月下来 我们已经战损率高达170%了 这个很不可思议吧 虽然他自己讲 其实这个是专家计算的数字 实际的战损没有这么高 但是我们缺弹药就缺的 会导致我们死很多人 当时我就在想那个数字 你是蒙谁呢 他在那个视频里还讲 他不是老是骂两个人吗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伊古 和俄罗斯的总参议长格拉西莫夫 他还说格拉西莫夫还受过军校教育 就据我所知 这个邵伊古他压根就没受过军校教育 他干嘛要干国防部长 但问题是 普里格任你自己也没有受过军校教育 大家都知道 普里格任有普京的大厨这样一个绰号 就是因为他是干餐饮起家的 他就是因为90年代普京那个时候 还在圣彼得堡当市长的时候 然后经常去他餐厅 两个人聊手了 普京上台以后 他就拿掉了很多政府的订单 是吧 慢慢坐起来了 好像是给学校给公务员 最后给部队提供饮食 然后到了201几年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莫名其妙的 他就开始承办私人安保公司 就是所谓的瓦格纳集团 然后这个公司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军队 或者说叫撕掠的团伙 变成了一支私人军队 至于这次就被普京给争掉了 养兵千日 给你这么多合同 你应该来为国效力 但是我们知道战损率 就是战斗减员这个东西 有一个经典数字30% 就是你一旦达到30% 你这个军队就已经无法继续作战了 照理来说无法继续作战了 所以他说 我们现在因为没有弹药 每个月战损率36% 这也已经很可怕了 连续6个月170% 那我人都死光了 你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的 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战损率 最高的就是二战时候的日本 那个时候高达50%以上的人战损 战斗减员 部队依然可以继续作战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低人权优势 说白了就是狂热的洗脑 加上低人权优势 这跟什么长津湖 什么冰雕连 这是一回事 低人权优势的情况下 你才能达到50%的战损率 而107%的战损率 那实在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 也是一个 其实也不是中国 全世界历史上都 耿古不变的一个道理 吃空想 吃空想说明就是 我这明明只有10个人 比如说这个部队里面 然后我刚刚上面报100个人 然后我打一仗 死掉了一半 我们死掉了50个人 这些军想安家费 你得给出是吧 所以怎么着 就这样觉得 你注水过于过分的数字 17%其实侧面暴露了 普里克人 你想人家是私人爱宝宝公司 他也不可能来白打 人家就是拿政府合同起家的 那么这次在这儿肯定也是拿政府的钱 所以我不管是说我的损失有多严重 还是怎么样子 我必须把这个数字报大一点 我才能跟上头报销 是吧 同时还可以攻击一下我的对手 少依谷他们 同时还可以推卸一下责任 你看我们这100人 最后现在死了就剩10个人了 其实总共就10个人 开玩笑 大家这个意思 吃空想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也很有名 最有名的就是清朝末年那个时候 是吧 一开始是八旗军吃空想 绿营军吃空想 后来乡军上来了 八旗军绿营就不能打了 乡军一上了 一开始还挺好的 后来乡军怀军统统吃空想 这完全是由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来决定的 所以这跟你到底是不是八旗没有区别 所以俄罗斯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成分在的 还有一个就是地方割据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就是讲普里哥任这个人 瓦格纳集团 就慢慢越来越像当时的关聋集团 既有兵权又有财权的地方割据势力 他可能事实上还奉你为老大 但是其实他完全不用依赖你 我钱也不用 前面我们讲吃空想 吃空想主要是因为财政我要依赖你 所以我从你这多骗钱 如果说我能从地方上 能够自己有收入 甚至是我还可能倒贴你 我们知道瓦格纳集团在非洲也好 或者中东也好 是吧 各种的经营 事实上就是在通过掠夺当地的资源 给当地的一些政府提供保护 来换取高额的回报 所以人家不但练兵 人家还创会 但是一旦形成这种 钱也太也有兵也有的时候 而且你自己俄罗斯国防军 在战场上打得如此难看 人家来救场 还给你救下来了 这种情况下 权力的天平就会严重地向地方上倾斜 你不但帮不了我什么 你不但给不了我什么 你无非就是有一个皇帝的帽子 除此以外全是我给你的 那你凭什么来号令我呢 就算这个矛头不指向普京 就算他没有指桑挖怀指向普京 至少指向普京身边的人 也就意味着俄罗斯政府 我不欠你的 你欠我的 这个中国古代例子太多了 我们就不举了 说到这儿 我们讲到第四个环节 就是争宠 布里格任这次发的言 都是针对少尼谷 针对格拉斯莫夫 其实都是就是在干嘛 就是在清军策 其实普里格任也好 少尼谷也好 都是普京的 你可以认为是普京的支江新军 是吧 都是普京 那个时候觉得相交得比较好的 然后觉得你能干事的人 然后提拔出来的 少尼谷本来是去搞建筑的 是一个造房子的 是吧 普里格任是开始大厨 是做餐馆的 所以这两个基本上都属于普京的嫡系 但是即便是嫡系 两个人也不是一堆的 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当发生的重大的变故的时候 有人需要负责 或者说有人想要表公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就不可避免的会碰到一起 而且这还有一个中央跟地方的关系 是吧 毕竟首先少尼谷跟普京的关系更铁 而且少尼谷离普京更近 就在天子脚下 那普里格任现在在外手握重兵 而且是功高震主无忧一点 这个时候双方产生的矛盾 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 尤其是我们之前讲的安禄山 所以普里格任 我大概在至少一个月以前 我就开始说了 普里格任或者瓦格纳集团 真的有点像安禄山那个意思 安禄山其实也是唐玄宗 包括杨玉环 杨贵妃的宠臣 舔两个人舔得不要太舒服 但是后来杨国忠 杨玉环的堂兄上位 当了国舅爷 当了宰相了 杨国忠就开始各种的 穿夺唐玄宗 安禄山肯定会反 肯定会反 然后话音传出去 安禄山觉得你这么说 说一百遍 老子不反也得反了 最后就真的反了 结果杨国忠你看 真反了吧 所以说白了 安禄山造反 也就是唐玄宗的两个宠臣 互相去争取在皇帝面前的 公信利益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到了清军策这一步的时候 很多人说这个不是造反 这个不在造反 他压根没有把枪口对了自己人 认为这个不是滑边 我认为 当你喊出清军策这个口号的时候 你就已经造反了 换句话说 你就不受政府正式指派的官员认识 甚至你可以认为 他是不受普京的劫志了 就已经算是造反了 其实安禄山当时起兵的时候 也是喊要清军策 要把杨玉环跟杨国忠干掉 是吧 但是后来就直接打下首都 就自己称王了 所以清军策是一切反叛行动的一个起始动作 后面的可能性的确是有很多 但是很多时候都会导向一个实际的反叛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滑边 滑边这个词具体的解释 它不是说是有组织的反叛 它是讲到士兵在无组织的情况下 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抗命的行为 集体抗命的行为 我觉得普利哥任这一次 其实就更 我觉得在叛变也好 或者兵变也好之间 我更倾向于像是滑边 就是老子是被逼的 然后可能也不是我一个人意见 我们瓦格纳集团全都这么想的 滑边这个因素 其实在刚才我们举的安禄山的例子里面也有 就是后来唐玄宗被打得不行了是吧 然后最后逃往四川的过程中 然后在应该是马尾坡 如果我们记住了那个字 马尾坡就被士兵划遍了 大家划遍也不是说我们烦你 我们把你宰了 就是大家一起把杨国中砍了 就把杨玉环的弟弟砍了 然后要求唐玄宗赐死杨玉环 就是认为安禄山起兵也好 或者很多的行为也好 都是跟杨国中有关的 其实多少有点冤枉 其实玄宗本人要负很大责任 但是不管怎么样 说你最起码得把这两个砍了 然后我们才继续为你卖命 是吧 我们才认你是皇帝 最后玄宗不得已 就只好让杨玉环相消欲营了 是吧 好 整个这个事情 我觉得里面充实了 我觉得还有很多 大家还有很多 各种元素都有 到底是什么原因 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 金融时报曾经有过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文章里面 可能已经说出了 甚至就预言到了 会发生今天这个情况 这是英文版的 然后我用自动翻译器 给它翻译过来 它说什么 俄罗斯雇佣军 普里格任 他和克里姆林公的老卫兵 这个其实翻译错了 就是起了矛盾 说它像伊卡洛斯一样 意思古希腊神话里面 伊卡洛斯说他父亲两个人被同关在一个地方 然后他父亲给他做了一个翅膀 用蜡把翅膀粘在他身上 他可以用翅膀飞出去 然后他父亲就叮嘱他 你飞的时候不能离太阳太近 也不能太低是吧 你要飞到离水面不近不远 这样你这个蜡就不会容易融化 结果伊卡洛斯装了翅膀 翅膀一下子好爽是吧 越飞越得意忘形 离太阳飞得太近 结果翅膀就掉下来了 人就摔死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讲了什么呢 普里格任因为受普京的宠幸 是吧 而且尤其他的瓦格纳集团 在战争里表现很出众 所以让他已经有点得意忘形了 然后已经跟克里姆林公的这些军方高层 就是邵伊古格拉西莫夫产生了一个剧烈的矛盾 而这个矛盾他个人判断 在这个文章里面判断 觉得你想他叫他伊卡洛斯 就说你小子得摔死 你小子不懂节制 你会摔死的 他那个时候从2月份开始 就已经不断地抱怨 说军方不给他们武器 然后说他们叛国这样子 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到 的确俄罗斯军方一度是非常依赖瓦格纳集团的 但是格拉西莫夫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接替的原来的整个战争的总指挥 由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自己接任 接任了以后 其实很多地方就已经把俄军的颓势 就已经止住了 同时就开始双方的矛盾 也就开始正式爆发了 也就是说白 需要你瓦格纳集团来救场的时候 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稳住了 稳住了以后权力大家还是要上下有别的 是吧 权力还是要有等级的 如果你依然沉浸在说老子是救世主 这种情绪里面的话 我就要置你一下 所以这里面提到了 就是说有可能的确是格拉西莫夫 在给他们穿小鞋 就可能我在弹药上 我优先供给给俄罗斯正规军 本身已经很紧张的弹药 我优先供给给我的部队 或者听话的不会威胁到我的政治前途的部队 这里面还提到了 其实不只是他本人 包括这次要去接替他的卡德罗夫 他们都对很不满 我们知道俄军一开始在乌克兰进攻的时候 不是空投了很多散兵部队 然后被彻底歼灭 所以卡德罗夫当时也对于 俄军的高层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很不满 所以对于高层的人不满的 不只是普里格人本人 这里面提到10月份 苏洛维京是总指挥官的时候 瓦格纳集团如日中天 甚至普京还给 因为他从监狱里盗墓士兵 然后说你如果能够存活 我记得是6个月 如果你战事上能打架6个月 我就免你的罪 而在俄罗斯只有一个人 有权利给罪犯 已经定罪的罪犯免罪 就是普京 普京当时还给被定罪的劫匪 给罪犯颁发了奖章 所以当时的瓦格纳集团的势力 是空前强大的 但是在1月份 格拉西莫夫接任指挥官以后 力量平衡就发生了变化 乃至于原本去 对格拉西莫夫 对这些人很不对付的人 也开始表示忠诚了 有意无意地表示一个忠诚了 但是只有普里格人 依然跟他们矛盾重重 而且现在矛盾彻底激化了 公开化了 所以从金融时报这个文章里面 你可以看到所有元素都有 比如说粮草弹药的元素 然后吃空想 虚报人头的元素 我相信也有 地方割据 中央跟地方的元素 功高正主元素 然后争宠 两个人都是普京的宠臣 这个元素 华便 清军侧 所有元素都在 说白了 这就是战争期间的 一种政治斗军的常态 尤其如果说战争 进行得很顺利的话 可能大家都还好 但是如果说战争进行到一种逆境 或者说胶着状态的时候 这种情况 尤其在这样一个自上而下 大家都是向同一个人负责 向同一个人争宠的这样一种体制里面 这种事情就难免会发生 好 我不知道你觉得普里格人 是更像金钟报国的养老令公 还是像安禄山 但是不管是他是谁 但是有一个人的角色是注定的 就是普京他一定是唐玄宗 唐玄宗当时也是开元盛世 当然后世是有争议的 到底是他唐玄宗自己干的好 还是他的奶奶武则天 给他的遗产 他继承下来了 这个是有争议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也经过了一段盛世 就像普京 很多人也觉得普京也经历了一段盛世 虽然其实只不过是由石油价格带来的许假盛世 但是他后面所有的一切 包括任人为亲 宠幸这个宠幸那个 结果双方互相不对付打起来了 然后遭遇背叛了 我个人觉得 普里格人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声明 一定程度上 就算他不是明说出来针对普京 都会有人觉得 你这个不是让老大难堪吗 我觉得普京应该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至于后面的唐玄宗的桥段 是不是到时候会忍痛 把自己身边的亲信把自己的杨贵妃给干掉 那个就要看俄军的战况了 如果说在即将到来的乌军的大反攻里面 俄军再一次重演一泄千里一窥千里的这种情况 而这个时候普里格人他不在前线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讲了 你看看 没我们还是不行 他在之前发布的公告视频里面就讲了这句话 我们会到后方基地去修整 等待俄罗斯人民再次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还会站出来 这句话你可以有很多理解 你可以理解说它是我们等到你们前方打败了 是吧 我们再去当救世主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理解 就是你这个军队你是可以对外的 你也可以对内的 但是这种想法可能是比较疯狂 普里格人这个人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善于钻营的人 你在他履历里面可以看到 非常善于钻营的人 包括2016年大选 当时说俄罗斯对于美国的大选有干预 有各种影响渗透 他自己也承认了 是吧 你想他专门是干文宣工作的人 他拍这些视频 他难道不知道文宣工作 给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印象吗 他的杀伤力有多大 所以这一定不是一个莽夫 怒发冲冠一下座的冲动之举 一定是有计算的 我也看了一些俄罗斯的账号 他们说普里格人甚至已经开始筹划 要竞选俄罗斯总统了 是吧 难道说是想利用这个时候 彼可取而代之吗 也未必 经朝当时被蒙古大兵压境 已经都快灭亡了 那时候找一个叫胡沙虎的将领 想过来出来救国的 结果胡沙虎最后就一下子 把皇帝给逮住了 自己要当皇帝 这样的桥段也是很多的 不管怎么样 在俄军现在普遍不看好 要败的时候 在大船已经开始四处漏水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 尤其是那些素来比较擅长钻营的人 他做出任何的选择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这也是自上而下体制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就是强倒众人推 不推白不推 什么精忠报国什么东西 都是演绎里才有的事情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一次我们再见 下集早说 下集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